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嗨 大家 我终于回来了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彤彤 这期视频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优衣库系列视频 这次优衣库和Clearway Keller全新推出了优衣库C系列 Clearway Keller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是Jivanshi和Chloe以前的设计总监 所以这次和优衣库的联名呢 就可以让我们以优衣库的价格买到高定的设计和品质 其实我在看lookbook的时候 并没有几件单品特别重草 但当我去店里面摸到那个面料 上身试穿以后 哎 惊喜的发现 既然很多单品都还不错呢 那我们就赶快开始今天的视频 首先是我身上这件套装啊 这一套下半身呢是一个毛线裙 然后同样版型的这个灰色的毛线裙 我也入了一条 因为觉得灰色还挺百搭的 它的上衣呢是这种很极简版型 然后很多品牌都有在出的这种半拉链的高领毛衣 然后像现在纽约还没有很冷 大概二十几度 但温差比较大 所以我就会像刚才这样子披着穿 然后如果到晚上天气凉了 就可以直接套头穿 这件毛衣单穿的话 对于敏感的小伙伴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渣 所以在里面再叠穿一件衬衫 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解决方法 既增加了层次感又增加了舒适感 然后这一套我买的是small size 供大家参考 这个颜色我很喜欢 真的超级显白的 而且像冬天里面穿一个亮橘色 外面搭黑色的搭衣 黑色的靴子 这样一套也会很有层次感很好看 这个套装除了橘色的 还有灰色还有妥色 但像这种橘色就不太百搭 所以同样版型的灰色 我还是挺推荐大家入手的 就可以带在衣橱里 作为衣橱地基的单品 然后是这一件 cashmere羊绒的小开衫 这件开衫我买的时候就只是安码的 但其实msize对我来说 稍微oversize一点也还不错 这件衣服摸到手 我就觉得这也太舒服了 虽然它单价稍微高一点 和之后我会跟大家说的那件风衣 差不多价格要130 但我觉得它的实用程度和它手感 这个材质还是值得的 扣子配的也是这种银灰色的扣子 不像鱿鱼库别的系列的开衫 它的扣子会比较塑料感一点 然后也可以像这样子披在身上 这个比毛衣舒服太多了吧 这件质质就是这种垂垂薄薄的 所以打结的时候也不会很奇怪 然后买了两件彩色的毛衣 我看lookbook的时候 首先是看上这件黄色的 我觉得它在冬天穿就很明媚 很阳光 给阴沉的冬天就带来一丝色彩 这件我买的是small size 然后它是一个前短后长的设计 穿上身身体部分还挺长的 就是袖子的部分 对我来说稍微短了一点 然后还没有很冷的时候 也可以像这样披着穿 就有一个小技巧 可以像这样子用皮筋固定 然后在店里我看到了这件蓝色 比官网的图片看着要好看很多 它这件蓝色不是纯粹的蓝 它里面有这种杂色的 我觉得好特别 它的穿着体验感很好 穿着一点都不渣 这一件它是4%的样貌 45%的棉 所以它的肤感还不错 如果想穿毛衣显瘦一点 就还可以系个腰带 这样就可以提高腰线 拉长我们的比例 然后是这一件应该算爆款的 一个格纹外套了 这一件还摸上去 真的融融的感觉好舒服 它也是一个前短后长的设计 然后里面整个走线剪裁都很高级 像这每一块剪裁拼接的地方 都有包边 这件是99块9 100刀买这样一件真的很划算了 像cost可能材质还没那么好 都要100多200块了 不能拉踩不能拉踩 这一件它的兜兜呢 是在口袋这边 所以走路超兜的话 是在一个比较靠上的位置 你们有没有觉得他们这次 这个C的logo有点像个酷酷脸 接下来是这件风衣 这件里面的这个格纹超级好看 好高级的感觉 所以我穿的时候 我就喜欢把袖子这样翻出来穿 可以看到里面格纹的效果 这件风衣的面料是比较硬挺的 所以如果把扣子全部扣上穿的时候 就会显得你整个人鼻挺鼻挺的 身材板正 但是呢我是更喜欢敞开来穿 因为这样看起来会更洒 而且走路的时候里面这个格纹 就会若隐若现 超帅 物超所知的一件风衣 最后呢是这一双勒服鞋 这双鞋子其实我本来没有打算买的 但是在店里我的小伙伴准备买一双 然后他是穿了以后觉得 哇好软好舒服 然后我一穿上我也觉得 哇好软好舒服 然后我就买了 但是呢我买的是一双棕色的 因为黑色的我已经有很多了 因为它是一个亮面的 所以还是和我别的乐服鞋不太一样的 这双鞋它不是真皮的 但是它穿起来的整个脚感 包括它脚后跟的地方 还有这种软垫穿着舒适感特别好 但它标的这个码数 我不知道是不是常规的尺寸 我买的是8 但我平常呢都是穿8.5的 而且这双穿着甚至还有一点点偏大 所以如果想买这双洛服鞋的小伙伴 就可以往小一码买 然后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觉得不是那么需要买的单品 首先是这一条非常火的摆折裙 但这条摆折裙 我觉得其实它的质感没有那么好 挺薄的 看模特这个图你就能看出来 它风一吹 整条裙子都是贴在腿上 就我个人觉得并不是很好看 然后就是这些碎花的各种单品 我觉得是不太适合我的 看起来比较挑人 穿得不好会有吐气感 然后像各种棉服 我觉得也还挺薄的 其实没有那么薄暖 然后姚丽蓉的外套我也不是很喜欢 因为它很容易起劲店 OK差不多就是这样 如果大家感兴趣 还是建议大家去店里试试看 而且我相信它过不了多久就会打折 如果能以折扣的价格入手 就更划算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期的视频 不要忘了给我投币点赞一键三连 拜拜